张兰继续陪孩子出门玩 意外发现孙子的商业秀节相当敏锐 一行人到日本的一处景点 看到有打广告的地方 玲玲立马说 爸爸你的麻溜记可以放到这来 一句话让张兰开心得不得了 显然是觉得自己家的产业有人继承了 事实上 张兰和汪小飞这些天在日本直播 玲玲都展现了老汪家的天赋 不仅吃酸辣粉带货上榜首 张兰还透露 玲玲知道这是爸爸的产品特别骄傲 这几天在日本玩 都是汪小飞带着女儿 张兰带着玲玲 因为汪小飞是个十足的女儿奴 张兰还在直播间归劝了儿子 让她不要这么偏心 不过玲玲也得以跟着奶奶 学习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 张兰只要一有机会 就教导孙子如何为人处事 不管是基本的礼仪 还是一些小朋友现阶段 还不太懂的大道理 张兰都有细心教导 更是以身作则 希望能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直播时 她也谈到最近这段时间 陪伴孩子的心得 表示女孩子和男孩子就是不一样 女孩子就要富养 男孩子要早点懂事 闹兰都是个小朋友 女孩子带给杀兰的 他也别忘了 她也不得了 叫她的女孩子就要了